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民间故事 神算胡说 书生当真 谎言成真后 神算傻言 这就是报应 清朝乾隆年间 亚洲府有个名叫柳少墨的秀才 他出身富贵之家 自幼熟读经书 16岁那年便考中了秀才 家境富与人又长得帅气 玄学富武车 用现在的话来说 这柳少墨妥妥的就是一个高富帅 自从柳少墨考中秀才以后 前来他家提亲的媒婆就落意不绝 经过一番筛选 柳父最终为他选定了一位张心与子为妻 婚姻大事完成之后 柳少墨便专心读起书来 以图能在三年一次的相识当中靠取举人功名 然而天有不测风云 就在柳少墨潜心攻读之时 家中突遭变故 其父突然重病不止身亡 其母受不了打击也撒手人寰 短短半年时间 柳少墨就先后失去了两位至亲之人 经历了这等变故 柳少墨的学业自然是耽误了不少 两年后他名落孙山 从考中秀才到洞房花竹 从父母双亡再到名落孙山 短短几年时间 柳少墨就经历了人生的大喜大悲 柳少墨的妻子张氏出身中等 当初嫁给他的时候 张氏一方面是 看上了柳家的家事 另一个方面 则是笃定柳少墨将来能考取功名 随着柳家的败落 和柳少墨的名落孙山 张氏的美梦破灭了 伴随着美梦的破灭 他对柳少墨的态度 也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 面对妻子的冷嘲热讽 不善言辞的柳少墨 只能默默承受 谁让自己没本事呢 柯厂诗意家道中落 柳少墨性情大变 每日礼戒酒交仇 不知前途在何方 这一日 柳少墨又在家中戒酒交仇 张氏见他如此这般 又骂了他几句 柳少墨不想和妻子吵闹 于是便离开了家 来到了城外散心 刚出城门 一场大雨就不期而遇 柳少墨连忙找了个地方 夺起雨来 他刚夺好 逗大的雨点就落了下来 就在他左右观望之时 不远处的一个挂滩 引起了他的注意 瓢泊大雨中 一个枯瘦的老头病 没有和人们一样前去躲雨 而是双目紧闭盘腿 坐在挂滩前一动不动 似乎很享受这场大雨似的 剑雨越下越大 而那老头却不肯挪动半分 生性善良的柳少墨不由地 替老头暗自着急起来 于是便扯开嗓子 朝着老头喊道 老伯老伯 赶紧过来避雨呀 令柳少墨奇怪的是 老头就像是没有听到似的 现老头无动于衷 柳少墨以为老头腿脚不便 不能动弹 于是便冒雨朝着老头跑了过去 计划将老头背到此处躲雨 就在他刚跑到老头跟前 大雨突然停了 尽管大雨已经停了 但眼前的老头早已被淋成了落汤鸡 顾不得多想 柳少墨便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 披在了老头的身上 略带责备地说道 老伯 下着磨大的云移 怎么就在这里淋着 话音刚落 那老头突然睁开了眼 别看老头身形消瘦面带菜色 他的一双眼睛却炯炯有神 就像是要把柳少墨看穿似的 我在等有缘人 老头盯着柳少墨说道 有缘人 老伯 下雨天有谁会来算卦 柳少墨笑着说道 该来的自然会来 你不就来了吗 听老头这样说 柳少墨不由得起了好奇心 于是便笑着问道 这样说来 你等的有缘人 难道就是我吗 你看 这城门附近来来往往的人非常多 但只有你在下雨的时候能过来 这难道不算有缘吗 看在你我有缘的份上 老夫就为你免费算上一挂 如何 柳少墨自有熟读经书 原本对看向算命这些不入流的东西 没有兴趣 但最近今年灾祸连连诸事不顺 加上自从看到老头的第一延期 他就感觉到老头有些与众不同 此番听老头说他俩有缘 深陷迷茫之中的他不由得来了心智 于是便点头答应了下来 来 抽根签 老头指着挂摊上的一个签筒说道 柳少墨清摇竹筒 调出一根签后 他便将竹签捡了起来看了一眼 事第一百八十一签 签文为 灵河香里受深恩 贵破原石印寿心 从此威名山岳崇 光辉植尚未斯伦 此签和解 柳少墨问道 老头看了一眼签纹 锦皱的眉头顿时舒展开来 随即对着柳少墨笑着说道 恭喜公子 此签虽为中签 但就换图而言 长鼠上上大吉 可谓官运亨通 清云直上 听了老头的话 柳少墨不由得笑了 老伯 你就别糊弄我了 实不相瞒 我这几年接连走备运 先是父母离世 然后家到中落 接着又是名落孙山 不久前 我才客场十一 连举人也莫考上 怎么能官运亨通呢 说完 柳少墨起身就要走 那老头却一把抓住了他 哎 年轻人 人活在人世尖水 还能没遇到走备运的时候呢 你看 四句千诗将你的命运 道得非常分明 因你祖上有德 增经广基因公 所以一直庇佑你 得以健康成长 处处逞兄化吉 欲难成样 而且命中注定 要官场得意 你在官场中如鱼得水 不断升迁 未至思伦 礼记中有 亡言如思 其出如伦 的说法 故古人称调指为思伦 隐身官之为皇上的传令官 钦差大臣 当在今年或来年深秋世界 就是你走运之时 何谓挂破 即贵子 贵属三丘 届时将有新人家生 听老头这样说 柳少墨顿时眼前一亮 这样说来 难道我还有做官的命吗 何止是做官 而且当的还是大官 只是说到这里时 老头突然停了下来 柳少墨此时已经被老头的话 吊起了胃口 现老头欲言又止 连忙问道 只是什么 小伙子 听你刚才所言 家中灾祸不断 你要是还留在此地 恐怕难有出息 为今之计 你只有远走他相去外面闯荡一番 才能有所建树 到哪里闯荡 老头低头沉思 老头离会对柳少墨说道 这样吧 你写一个字 老夫看看 柳少墨没有多想 随手就写了一个墨字 老伯 就拿这个字来测吧 墨 墨 老头一边看着字 一边自言自语道 说文解字 有云 墨 水 出蜀西角外 东南乳江 有了 依老夫看 你得沿着墨水城周行二百里 至家定府乐山县 然后下船 上岸后找一个清静所在 前行读书 来年必定能功成名就 听了老头的一番话 身处迷茫之中的柳少墨 犹如遇到了指路明灯 当即大喜过望 随即将身上的钱财 全部拿了出来 可令他奇怪的是 算命先生却说什么也不肯收 这一来 柳少墨顿时又对算命先生高看了不少 对他的话也是身心不已 匆匆此别老头后 柳少墨变心冲冲地回到了家 看着柳少墨渐渐渐远去的背影 算命先生微微地摇了摇头 口中挤出离居 让人捉摸不透的话 年轻人 自求多福吧 说完 他便收拾起挂摊出城去了 回到家后 柳少墨便把刚才遇到算命先生的事情 对张氏说了 一边说一边催促妻子 赶紧给他收拾东西 听了丈夫的话 张氏差点笑出声来 袋子 你不会是相信了老头的话了吧 老婆 不管他说的是不是真的 至少他给了我一份希望 就为了这点希望 我也计划拼上一把 你就在家安心等着吧 等我出人头地的那一天 一定回来接你 柳少墨说道 听丈夫这样说 张氏也就不再言语了 东西收拾妥当后 天色已经不早了 柳少墨随即决定 在家休息一晚 第二天一大早在动身 一夜无话 第二天 柳少墨早早地就起了床 现妻子还在酣睡 他便没有打扰妻子 一个人背着行囊 急匆匆地离开了家 就在他刚出家门的一刹那 刚才还睡意正浓的张氏 忽然间睁开眼 从床上爬了下来 看着丈夫渐渐远去的背影 张氏的脸上 露出了一丝难以捉摸的微笑 老头口中所说的墨水 就在城外不远处 出城墨多久 柳少墨就来到了河边 此时天色尚早 岸边空无一人 就在柳少墨 在焦急地等待之时 一条小船出现了 驾船的是个大约 三十三十多岁的中年男子 此人长的五大三粗 一脸凶响 看到此人 柳少墨不由地犹豫了一下 但岸边只有这一条小船 柳少墨不想耽搁 于是便硬着头皮和船夫商量了起来 令柳少墨意外的是 船夫看上去有些吓人 但却是个爽快之人 并没有过多地和他讨价还价 很快两人就商量好了价钱 随即船便开了 上船以后 看着沿途的美景 柳少墨心情大好 心中的阴霾被一扫而空 不知不觉中 船已经走了一半 就在柳少墨站在船头感慨万千时 船夫已然悄悄地收起船桨 朝着他走了过来 此刻 柳少墨的注意力 全部集中在了岸边的美景上 对船夫的举动 压根就没有太过留心 转瞬间 那船夫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后 就在船夫要抬脚 踹向柳少墨的后背时 忽然间 一阵呼喊声从不远处传来 救命呀 救命呀 这突如其来的变故 把柳少墨和船夫都吓了一跳 见柳少墨已经转过身来 船夫连忙收起了脚 转眼间 一条大船从上游飞速冲了下来 只听 通的一声 大船撞在了一块礁石上 随即停了下来 船上火光冲天 浓烟滚滚 看来是失火了 柳少墨一看 连忙对着船夫喊道 船家 快靠上去 救人要紧 船家挟了他一眼 年轻人 管这闲事干什么 再说了 万一我的船有个闪失 你来陪吗 大哥 看你这话说的 人命关天的事情 既然被我遇上了 怎么能见死不救 放心吧 你的损失我来陪 听柳少墨这样说 那船家也就不再言语随即将船朝着失火的大船开了过去 就在船刚刚靠上去的时候 一个女子从着火的窗口探出头来 四下看去 两边都一笼罩在一片火海之中 就在她不知所措的时候 柳少墨冲住她大喊了一声 姑娘 快跳下来 听到柳少墨的喊声后 女子并没有立即跳下来 反而在那里犹豫了起来 见她犹豫不决 柳少墨更着急了 姑娘 你还等什么 快点跳 不然的话 可就莫命了 听了这话 女子不再犹豫 从窗口纵身一跃随即跳到了柳少墨的那条小船上 等到女子跳下来后 柳少墨这才看清楚了 原来女子身上的衣物已经被大火烧掉了大半 此刻的她用衣布遮体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柳少墨这才明白了 过来女子为何迟迟不肯跳下 她连忙将身上的衣服脱了下来 给女子扔了过去 姑娘 先将我的衣服穿上再说 将女子就上船后 柳少墨连忙吩咐船家赶紧离开 大约过了少半个时辰以后 现女子的情绪渐渐平复了下来 柳少墨这才上前问道 姑娘 你姓慎明水 家在哪里 女子依旧惊魂未定 好半天她才哆哆嗦嗦地对柳少墨说了起来 原来女子姓原名叫秋云 家住嘉定府乐山县 半月前前往外地亲戚家串门 回家石船中不幸失火 同行之人有的被大火烧死 有的跳水求生下落不明 不知不觉中 船已经到了乐山县 和船夫结算了工钱之后 柳少墨便将女子送回了家中 命运的改变往往就在一瞬间 柳少墨压根也没有想到 他在船上已经经历了一场生死变故 更令他没有想到的是 就是他救人的这个举动 会给他带来多大的福报 来到原秋云家之后 柳少墨才知道 原秋云的而父亲原久文 竟然就是当地赫赫有名的文学大辱 年轻时他曾多次参加科举考试 但老天似乎专门和他过一步去 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他始终未能如愿 于是在经历了三次失败之后 原久文便不再值着科举 所幸在家教起了学生 他考试不忠 教出来的学生却非常争气 十几年下来 他的学生中已经有好几个考中了进士 做了大官 得知是柳少墨救了自己的女儿 原久文是万分感激 交谈中间 得知柳少墨的近况后 原久文当即就决定要将柳少墨留在家中悉心教诲 面对原久文的挽留 柳少墨哪能拒绝 于是乎 他便留在了原家前心求学起来 转眼间 来到原家已经半个多月了 为了怕妻子担心 也为了能将这个好消息告诉妻子 柳少墨决定回家一趟 成州半日 到达亚洲府时 已近黄昏 就在他匆匆赶路的时候 路旁的草丛中突然传来了一阵深吟声 柳少墨连忙停下脚步 朝草丛中看去 草丛中 一个身形消瘦的老头正趴在那里 爱妖爱妖的叫唤着 柳少墨赶紧抚下身子 将老头扶了起来 仔细一看 这不就是那天给他算卦的老头吗 老伯 原来是你呀 真是太感谢你了 我就是今天预不到 你要专门你 找到你向你致谢 真是多亏了你呀 柳少墨一脸惊喜地说道 老头的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 半睁着眼 他这才看清楚了 不过 见到柳少墨 老头显得并没有特别惊喜 而是一脸羞愧之色 老伯 你这是怎么了 看样子像是被人打了 谁打你的 柳少墨关切地问道 年轻人 你还好吗 老伯 自从我上次算了卦以后 第二天我就离开家 朝着乐山方向去了 还真是你说的那样 我呀 真是遇到了贵人 老人家 不 老神仙 你算的可真准呀 年轻人 实不相瞒 不是我算得好 而是你太善良了 老师告诉你吧 我就是个叫花子 那会算什么命呀 听老头这样说 柳少墨不由地愣住了 什么 老伯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不会算卦 那你那天对我说的那些话 又是怎么来的 哎 年轻人呀 这都是个骗局 老头叹着气说道 骗局 谁设的局 为石魔要骗我 从老头断断续续的讲述中 柳少墨这才知道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原来就在二十多天前 一个名叫陆湛元的男子找到了老头 将柳少墨家中的情况告诉了老头之后 陆湛元便让老头假扮算命先生游说柳少墨乘船到乐山 至于陆湛元为什么要这样做 老头并不知情 就在柳少墨走后的第二天 老头便找到陆湛元所要酬金 陆湛元却说什么也不肯给 老头碍于陆湛元的淫威也不敢大闹 只好忍气吞声 就在刚刚老头又遇到了陆湛元 于是他便又缠着陆湛元要起了报酬 陆湛元就把他狠狠地打了一毒 听了老头的诉说柳少墨很是疑惑 陆湛元和他是同窗好友 平日里两人的关系还算不错 他为时魔要这样做 柳公子 这陆湛元表面上一副正人君子模样 可暗地里还不知道要干什么坏事呢 你可得小心了 匆匆辞别算命先生以后 柳少墨便回家去了 就在他走进院子里的一刹那 一个男人的说话声从屋子里传了出来 听到这声音 柳少墨顿时目不可遏 随即拎着一根木棍便冲进了屋子里 屋子里的两人显然没有料到柳少墨会在这个时候回家 等他们反应过来后 两人都吓得贪婉在地 你没有猜错 屋子里的两人正是张氏和陆湛元 原来 这一切都是柳少墨的妻子张氏和陆湛元合伙搞的鬼 这位名叫陆湛元的男子与柳少墨是同窗 两人的关系还不错 平日里 陆湛元经常去柳少墨家里切磋诗文 自从柳少墨的父母死后 柳家便衰败了下来 张氏原本指望嫁到柳家之后能荣华富贵 没想到嫁过去仅仅一年 柳家就嫁到中落了 柳少墨名落孙山以后 张氏的愿望再次落空了 见柳少墨整日里颓废不前 张氏便心生恨意 于是 他便和陆湛元暗地里勾搭在了一起 为了能长久的在一起 也为了能将柳少墨的家产如数收入囊中 这两人便想出了一条毒计 陆湛元先是找来了一个叫花子 让他假扮成算命先生 随后 陆湛元又暗地里带着叫花子 将柳少墨的样貌记在心中 随后告诉了 他一些算卦的尝试 目的就是要利用柳少墨 给予考取功名的心理来引他上钩 在柳少墨遇到算命先生的那一天 算命先生早早地就看到了他 为了故弄玄虚 他还假装临了大鱼 果然柳少墨上钩了 在柳少墨来到卦滩后 老头便让他算了一卦 其实那只签筒里的签都是一样的 不论柳少墨抽中哪只签得出来的结论都是官运横通 算命先生又让柳少墨写了一个字 其实在此之前陆湛元已经将柳少墨名字中墨字的意思告诉了算命先生 他笃定柳少墨是由八九会写下自己的名字 即使柳少墨不写墨字 算命先生也会随口胡周一顿 目的就是要把柳少墨往墨水上引 张氏和陆湛元的计划就是 将柳少墨引到墨水乘船之后 在买通船夫将柳少墨推进江水之中 那船夫其实是一个江阳大道 事先陆湛元便给他买了一条小船让他守在河边就等柳少墨上船 坐船走了一半以后 船夫见时机已经成熟 便计划将柳少墨推入江中 谁知道就在此时 元秋云所坐的船却突然着火了 船夫献柳少墨并非万恶不赦之徒 便没有在下狠手 将柳少墨和元秋云送到乐山以后 船夫便又折了回去 见到陆湛元之后 船夫便说事情已经办妥 那陆湛元便相信了他 拿上银子后 船夫便消失不见了 得到船夫的报信之后 两人一直以为柳少墨已经死了 再次见到柳少墨 两人还以为碰到鬼了 于是便吓得瘫软了过去 事情明了之后 柳少墨便将两人送到了官府查办 这两人也受到了严惩 将家里的事情料理完之后 柳少墨便卖掉了家产 来到了乐山 跟着元九文认真钻研起了学问 就在他专心求学期间 又有一件令他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元九文的女儿元秋云早已许配人家 原本就在年底完婚 可不知道怎么回事 元秋云赤身裸体被柳少墨救下的事情 竟然被南方家知道了 随即 南方家便以此为由退了婚 退婚之后 元九文便将元秋云许配给了柳少墨 一年后柳少墨高中进士 随后被外放作官 当官后 他爱民主子 清正连结 官运横通 还真应验了那四句千文 灵河相礼受身恩 贵魄原石印寿心 从此威名山岳崇 光辉直上位斯伦 邀请大家继续看下一个故事 民间故事 乞丐去赶喜 他好心救老太 老太说饭菜不能吃 李子良是个孤儿 每天烤吃百家饭度日 但周围的邻居也不富裕 所以从来就没有吃饱过 他长到八九岁的时候 就以砍柴未生 由于他年龄小 每天也砍不了多少柴火 况且他卖柴火的 钱都交到学堂了 他想通过上学 改变自己的命运 所以依然没有饭吃 为了活命 李子良还是走香窜户的讨饭吃 虽说没有饿死 但依然是吃不饱 要想吃一堵饱饭 就是去赶喜 所谓的赶喜 就是来到办喜事的主家 放一边跑 然后说出一些顺口溜 这些顺口溜 都是些吉祥祝福的话语 主家很喜欢听 也能活跃气氛 把宴席的氛围推向高潮 毕竟是办喜事 谁都想听到吉祥的祝福 如果有乞丐来赶喜 主家就会认为是好兆头 因此会好酒好肉的款待 走的时候还会给他们带上一些剩菜和点心之类的吃食 为了吃顿饱饭 周围的村子谁家要是有嫁娶 生子受艳的 李子良就会去赶喜 李子良所住的村子里 有一个叫万三的人 十四五岁也是孤身一人 因为他太懒 不想干活 也以乞讨为生 谁家有喜事 他也会去赶喜 虽说乞丐赶喜 对主家来说是个好彩头 但那个年代都很穷 来一个乞丐还可以 如果来的多了 主家也是承受不起的 因此乞丐们知道谁家办喜事就会早早的去 谁来的早 谁就可以赶喜 晚来的只能掉头回去 常言道 同行是冤家 乞丐也是如此 因为万三太懒 每次赶喜都被李子良抢了先 他怀恨在心 就去警告李子良 说道 以后谁家要是有喜事 你不准去 如果让我知道你去了 我绝不饶你 这万三比李子良大五六岁 人长得又很粗鲁 经常纠结一些小浑浑干些偷鸡摸狗的事情 李子良知道自己不是他的对手 就答应他 以后谁家有喜事 他就不去了 万三说道 好 看来你还是个食食物的人 说完就走了 眨眼七八年过去了 李子良也长成了一个十七八岁的大小伙子 如今他依然靠打柴卫生 白天打柴 晚上读书 虽然依然是吃不饱饭 但也不至于饿死 自己可以养活自己 也不再要饭了 再说那个万三 如今也已经二十多岁 他也放弃了乞讨生活 但不是去自食其力了 而是从小偷小摸变成了拦路抢劫 一日李子良卖柴回来 走到山脚下的时候 就看见万三一火鸡人站在路边 万三也看到了李子良 说道 李子良 爷爷这鸡天手投紧 借鸡个钱花花 李子良今天卖柴的钱买了二斤米 现在兜里没有一点钱 就说道 今天卖柴的钱都买米了 没有钱了 说住就举起手中的米兜让他看 米兜在这里 你要就拿去 万三斜眼看了一眼 他手中的米兜 一把夺了过来 用力扔出去很远 米也撒了一地 狠狠地说道 小子 以后每月月底给劳资交二两过路钱 否则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李子良也是年轻气盛 听万三这魔术 就说道 这里的路又不是你家的 为何要给你交钱 万三听他这魔术 就冷哼一声说道 我说是旧事 你不交事事看 说完一百首就和那几个小混混走了 李子良知道万三的脾性 他心狠手辣 说道就能做到 可自己每天砍柴挣不了几文钱 还要买米买书 叫他到哪里弄二两银子给他 他一边想住万三的话 一边低头往家里走去 在之后的日子里 李子良依然是白天砍柴 晚上读书 日子看似平静 可想起万三的威胁 心中还是发愁 日子一天一天过去 马上就到了月底 李子良心中很是忐忑 害怕那万三来找他要银子 他拿不出银子就会遭他毒打 可转眼又过了一年 并没有陷那万三出现 李子良想 那万三就是吓唬他的 从此就把这件事抛到了脑后 一日 李子良上山砍柴 还没有走到山上 就下起了大雨 雨来得猝不及防 他就跑到了旁边的一座破庙里碧雨 走进破庙 竟然发现一个老妇人躺在地上 微闭住眼睛 不停地咳嗽住 嘴唇干裂 好像已经好久没有喝水了 李子良心事震惊 这荒郊野外的破庙里 怎么会有一个老太太 看住老太太难受的样子 他顾不得多想 赶紧上前 把自己憋在腰间的水壶取了下来 蹲下身子 把水喂进了老太太嘴里 老太太喝了水 就缓缓地睁开眼睛 看见了面前的李子良 动动嘴唇 想说些什么 但没有说出一句话 李子良也想问问老太太是哪里人 可看她身子这么虚弱 就没有问 眼看外面的雨已经停了 李子良想 这个老太太这么虚弱 如果把她放在这里不关 肯定会出事的 于是就对老太太说道 大娘 你的家在哪里 我送你回去 老太太并没有说自己的家在哪里 而是摇摇头 流下了浑浊的泪水 李子良一看老太太这样 就知道老太太有什么伤心事 她既然不愿意 说她也就不再问她 而是说道 大娘 要不你先去我家里 把身体养好了 我再送你回去 老太太没有说话 好像并不反对李子良的提议 李子良献她这样 就背起老太太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 她把老太太放在床上 并打来热水 给老太太洗脸洗脚 然后又跑到邻村 请来郎中给老太太把脉诊断 郎中说 老太太是染了风寒 加上饥饿和劳累 如今的身体非常的虚弱 郎中给老太太开了肌肤药说道 早晚服药 吃完了再来找我 李子良送走郎中 就回来给老太太熬药 老太太喝了药之后 她又去熬了一碗西粥给她喝 喝了粥之后 脸上的灰暗之气也少了一些 她微微睁开眼睛 感激地看住李子良 发出轻微的声音 说道 谢谢你 小伙子 李子良先老太太开口说话了 想住她的身体 应该很快就会好起来 就很高兴说道 大娘 你不要客气 好好养住 就这样 老太太就在李子良家中住下了 由于她身体太虚弱 需要有人照顾 李子良就没有出去打差 每天在家里给老太太端屎端鸟 熬药 做饭 照顾得尽心尽力 就这样过了几天 家里的米面就没有了 李子良很想砍柴换些米面 可看住老太太的身体 还是没有好转 李子良尽管心中着急 也没有办法 于是就去了邻居家 她来到邻居家 想借些米面 邻居就很不解 问她为啥不出去打柴买米 李子良从小就是个诚实的孩子 于是就给邻居说了实话 邻居一听 很是震惊 说道 子良 你自己的日子都不好过 如今又捡回了一个老太太 你还要照顾她 又干不成活 这咋能成呢 我劝你 还是早点把她送回家去 要不然会拖累你的 李子良说道 如今老太太病重 我怎么忍心呢 把她的病养好之后再说吧 那个邻居听了李子良的话 就说道 你来的也真是不巧 我家的米面也不多了 你还是到别家问问吧 李子良知道邻居是怕她还不起 不想借给她 就说道 那好吧 我去别处借借 李子良又挨家去借米面 借了师来家 终于借到了一碗面粉 邻居们听说她捡回了一个孤老婆子时 大家都很不理解 都劝她赶紧把老太太送走 有人说老太太来历不明 怕给她招惹麻烦 有的则担心她的日子更加难过 李子良也知道邻居们是为她好 可她是一个心眼善良的人 见到这个老太太这么可怜 她怎么能忍心不管呢 她回到家里 赶紧给老太太做了一碗面稀饭 然后为老太太喝下了 夜里 李子良躺在床上 翻来覆去睡不着 她想老太太身体这么差 需要营养 如今连下锅的米都没有了 她得想办法弄些东西给老太太吃 次日天不亮 李子良就起身去了山林 她想掏些鸟蛋 回来给老太太吃 她经常出去打柴 哪里有鸟窝她都知道 所以不到两个时辰 就掏了二十多个鸟蛋 李子良怕老太太有事 就拿种鸟蛋赶紧回家去了 回到家里 她就煮了鸟蛋给老太太吃 一连几天 李子良就早起上山掏鸟蛋 暂时解决了老太太的吃饭问题 而且鸟蛋营养也高 老太太脸上也渐渐有了一丝光泽 这天 李子良刚为老太太吃完药 就有一个老头来到院里 说道 你是李子良吗 李子良问她 有什么事吗 那人说道 明日我家小姐出嫁 老爷是个喜欢热闹的人 想请你去赶洗 李子良早就不做乞丐了 再说了 他从来没有听说主家请乞丐赶洗的事情 就觉得蹊跷 不过他想到家里已经没有米面下锅了 而且老太太还需要营养 于是就答应了 李子良问 是什么村子的 老头说道 往东走无礼 有一个叫林家村的地方 到了你就知道了 李子良以前乞讨 周围的村子他都知道 从来没有听说过林家村 不过人家说了 那就应该有 也许是自己忘了 第二天 李子良伺候老太太 吃了药和早饭 就按照那人说的地址找去了 他出门往东走 走了四五里路的时候 就看县路边有一座大宅子 但这座宅子门外并没有粘贴细字 看起来不像是半喜事的样子 他正觉得奇怪 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 正要转身离开 却有人叫住了他 李子良回头一看 昨天那个老头就走到了他身边 说道 你进来吧 这里就是 说住就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李子良还挂念祝老太太 就想祝快点赶满喜好回家去 于是就跟着老头走进了院子里 来到院子里 李子良看现房间的门上贴住大红喜字 但院子里没有客人 只看见几个丫鬟仆人 这些人的脸上也没有笑容 好像不是伴喜事 而是伴丧事一样 李子良觉得奇怪 就问老头怎么没有客人 老头说道 客人们都还没有到呢 新郎家路途遥远 晚上才能到 老爷就在屋子里 我带你过去 给老爷说上一段 李子良跟着老头来到堂屋 就看见一个六十多岁的老者 坐在太师椅上 李子良就说了一段顺口 溜给那老者听 老者听得很是满意 就对那个老头说道 带他去吃席 然后再打包一些好酒好菜 让他带回去 老头就带住李子良 走到一个房间里 房间里摆住一张桌子 上面放住丰盛的菜肴 还有一坛子酒 那人说道 吃吧 吃完再带一些回去 李子良已经有很久 莫吃过饱饭了 再说他也想快点回家 于是就拿住筷子要吃 却突然感觉肚子一阵脚痛 好像是要拉锡 他皱起眉头对那老头说道 我肚子痛 先去解决一下 还没有等老头反应过来 李子良就冲出房间 朝大门外跑去 跑到大门外 他找来一个隐蔽的地方 正要一写千里 突然感到肚子不疼了 这时 老太太的声音 在他耳边响起 说道 饭菜不能吃 赶紧回家去 李子良觉得奇怪 看看四周 并没有老太太的影子 那个老太太 不是在自己家里躺住吗 身体很虚弱 是不可能走这么远的路的 他想是自己出现了幻觉 正想住 那个声音又在他耳边响起 饭菜不能吃 赶紧回家去 李子良感觉脑子一个机灵 想到刚才院子里诡异的景象 看看周围末人就赶紧跑了 回到家里 看见老太太正坐在堂屋里 李子良赶紧上前问道 大娘 你身体还没好利索 怎么下床了 老太太笑住说道 我的身体已经好了 谢谢你救了我 李子良看着老太太有了精神 就很开心 说道 大娘 你出来这磨酒了 家里人一定很担心 要不我送你回家去吧 老太太听她这么说 有点伤感 说道 我已经没有家了 说住流下了眼泪 原来 这个老太太六十多岁 她家离这里有一百多里 两年前 儿子无故失踪 儿子失踪后一个月 而媳妇就招离个男子进家 老太太觉得自己的儿子死得蹊跷 活不陷人 死不见世 就独自出来寻找 她一边讨饭一边找 每日都是风餐露宿 就在一个月前感染了风寒 由于没有钱治疗 就越来越严重 实在是走不动啊 她就躲进了这个破庙里 没想到被李子良救了 李子良听了老太太的遭遇 心里很难过 说道 大娘既然这样 你就不要走了 留下来做我娘吧 老太太感激地看住李子良说道 你真是个善良的孩子 我已经给你添了很多麻烦了 李子良赶紧说道 大娘 我从小就没有母亲 你要是不嫌弃 就答应作为母亲吧 我会好好孝敬你的 说住就跪在了老太太面前 老太太赶紧扶起她说道 快起来 我答应你就是了 就这样 老太太就住在了李子良家里 二人虽然不是亲母子 但胜似亲母子 李子良依旧是白天砍柴 夜晚读书 老太太就在家里做饭洗衣 李子良怕她累住 不让她做 但老太太是个闲不住的人 执意要干 李子良也只能由住她 这天 李子良去城里卖柴 路过几天前的那个老宅子时 看见很多人都围在老宅周围 又看到官差从里面抬出一具尸体 李子良吃了一惊 前几天还办喜事 现在怎么出了人命 就向周围的人打听 说道 这家人前几天还嫁姑娘 今天怎么就出了人命案 那些人听李子良折磨说 都震惊地看住她 说道 这一家人早在十几年前就被人陷害了 当时他们的女儿十八岁 还没有出嫁 可人都已经死了十几年了 怎么出嫁 李子良听了 感觉不可思议 明明那天他县宅子里有人啊 怎么会说莫人猪呢 他越想越觉得后怕 难道自己是遇到了不干净的东西 回到家里 李子良就把今天看到的 和那天遇到的诗给母亲说了 老太太听了她的话 就说出了原因 这个老太太信奉贵乡道 那个老头来找李子良的时候 他在屋子里听见了 感觉不对劲 但也不能确定 于是就让自己的一个魂魄出窍 跟着李子良去了 他发现那个宅子很是诡异 根据他的检验 判断这个宅子里的不是人 哪些东西也不能吃 因此在李子良想吃东西的时候 就利用到树让他感觉到肚子疼 于是就发疯似的跑出了院子 他又在李子良耳边说话 说让他赶紧回家 才救了他一命 李子良听得是毛骨悚然 后背直发凉 要不是母亲用桂香倒树救了他 可能死在宅子里的人就是他了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 又到了春暖花开的季节 李子良要进京赶考 老太太从怀里掏出一个金柱子说道 儿啊 进京路途遥远 你拿住这个也许能用得上 李子良卖柴火攒了几两银子 又向亲戚借了一些 应该勉强够了 说什么也不要老太太的镯子 老太太说道 雄家俘虏 你一定要带住 要不娘就生气了 李子良信老太太这样 为了不让他生气 就接过了镯子 他想回来的时候再还给老太太 考试返回的途中 李子良身上的盘缠快没有了 他就住在旅店的马棚里 早上醒来发现带个包袱被人偷走了 如今他一点钱都没有了 可离家还有很远 他心中忧愁 不知道该怎么办 这时 有一个年轻男子来牵马 看见李子良无力地蹲在墙根 爱声叹气 就上前询问 说道 公子为何爱声叹气 李子良就把丢了盘缠的事告诉了那个男子 那个男子一听 二话不说就从怀里掏出一包银子 说道 这些银子你拿住 回家去吧 李子良赶紧道谢 说道 我和公子素媚平生 你这样的大恩大德我一辈子也不会忘记 说主从怀中掏出母亲给的金镯子说道 恩公请收下这个镯子 我挣了钱再把这个镯子换回来 谁知那人借过镯子 非常吃惊 眼里流露出异样的神色 说道 请问这镯子是哪里来的 李子良看住他的表情 又听他这模问 感觉奇怪 就把自己救老太太 老太太的家里情况 以及任老太太当娘的事都给男子说了 那男子一听 激动地拉住李子良的手说道 谢谢你救了我娘 李子良听男子这么说 也是一脸猛 难道面前之人就是老太太失踪的儿子 他没有死 原来男子名叫吴安 被妻子和姦夫推下山崖后并没有死 一个过路的金妇伤救了他 后来他的伤好了 但以前的事情都记不起来了 直到一个月前才恢复记忆 于是就骑驻马回家 要把那对姦夫淫妇绳之一发 李子良给他镯子时 他就认出了那个镯子是自己母亲的 听了男子的诉说 李子良才知道这个叫吴安的男子 居然是自己母亲的亲生儿子 吴安拿出银钱 又买了一匹马 二人日夜兼程 快马驾鞭 很快就赶回了李子良家中 吴安母子相见 痛哭流涕 此日 李子良就与吴安一起 就去县衙报了官 吴安状告妻子刘氏和姦夫 害他性命 县官把那刘氏和姦夫带上大堂审问 李子良一看 那男子居然是万三 刘氏和万三见到吴安 差一点吓死 在大刑之下 都老老实实地交代了 谋害吴安的全过程 最终二人被打入死牢 吴安在京城两年 已经跟着恩人学会了做生意 成了那个富商的左膀右臂 这次回来 一是为了把坏人绳之以法 二是为了接自己的母亲 去京城生活 要不是李子良救了老太太 吴安真的羡慕到自己的母亲了 他对李子良是千恩万谢 老太太让二人以兄弟相称 吴安要求李子良一起去京城 李子良推辞不去 可老太太不一 非要他一起去 说要是李子良不去 他也不去 李子良没有办法 只得去了 刚到京城第二天 考试就接绑了 李子良中了进士 后来官生二品 娶了丞相之女 吴安也娶了富豪的女儿 他们对老太太都很孝顺 各位看官 李子良是个好人 救了老太太 他被骗到大宅子里的时候 老太太又救了他 这就是好人好报 吴良也是一个好人 见倒素不相识 李子良就拿出银子相赠 碰巧的是 李子良居然救了他的母亲 这就是好人遇到的都是好人 故事到此结束 谢谢您看我的故事 您在下方留言 记得要订阅加分享 谢谢你已经看 下期您视频见 再见 下期再见